但是这座曾经是川西最高的寺庙 却因为飞机失势在它的附近 而招惹上了是非 那些没有捡到钱的人 因逼着寺庙交出藏匿的关金券 而将一位和尚吊打致死 将盘龙寺化为了灰烬 又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们终于找到了当年美军飞机失势的地点 这个位置就是庞龙山最高的宝丁山 宝丁山的那个西宝坡 西宝坡当年飞机的高空 他看到西南面这一片是一个草片 他以为是很平凡的一个地方 他就想象是可能在这个缓坡上的排降 对他整个飞机可能伤害不大 那些的话那些排降 就是一着落的地方就在这个杠上 这杠上又是乱石滚滚的 一着落就把它腾断了 腾断了你看这个地方挖了一条槽 挖了一条槽 发动机来的板机就全部都在更大小的那个方向 那个杜鹃领带里面去了 机身那个后头摘票子 关进去就全部在这边 这边的话就这边就全部是那个飞机票子了 最后来了结嘛它是十个人 十个人就保持完后那个尸体的这个草片里面 还有三个嘛可能就是随着那个前半阶旧的这边那个领带里头 就全部引起火光燃烧 当时的老百姓看到这个板面天都红了 可以看到这个烧焦了 这烧焦了这种 烧焦了这种 这个残留还在 对的哈 我们85年来的时候 这些浮炭这个磨炭 它烧焦了 炭装的 炭装形式 这种炭装形式 这种烧焦了还在 满载着3.5亿元关金券的飞机 就这样坠落在了汶川的深山之中 许多年以后 有关这架飞机的神秘使命才被揭开